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,请听大纪元记者林燕报道。 巴菲特,不要在这十件事情上浪费钱,亿万富翁沃伦,巴菲特·Warren Buffett除了惊人的洞察力,其节俭生活也是出了名的。 他住在1958年买的房子里,并开一辆有20年车铃的老车。 巴菲特曾在股东大会上说,如果我有六栋房子,或是八栋房子,或是各种我可以拥有的东西, 我的人生不会因为它们更快乐,只会更糟。 糟糕的理财决策往往是因为缺乏生活智慧与忽略了理财原则。 跟巴菲特学习,在2024年不要在这十件事情上浪费钱。 这位亿万富豪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理财主线,量入为初,不要花超出你预算的钱,也不要把钱花在不需要的东西上。 第一条,因资产贬值而负债。 他说,不是先花在存剩下的钱,而是先存在花剩下的钱。 巴菲特强调储蓄与避免债务的重要性,尤其是不要浪费在那些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变质的物品上。 许多人在购买汽车或高科技产品后后悔,因为这些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贬值,有时候通常还是贷款购买。 这会导致在商品开始贬值很长一段时间后,你仍需为其付费,这偏离了财务独立的原则。 第二条,挥霍无度。 他说,如果你买了你不需要的东西,很快你就不得不用你真正需要的东西来换。 这说明了冲动或不必要购买的危险。 巴菲特的智慧告诉我们区分想要和需要的重要性,可以透过避免不必要的购买,将资源分配给更重要的财务目标,比如储蓄或投资。 据悉,巴菲特直到2020年才升级了他的翻盖手机,并终于购买了一部iPhone。 在购买东西之前,请确定当前的设备、电器或其他用品是否仍然适合需求。 第三条,背负高利息债务。 巴菲特建议不要大举负债。 信用卡或贷款支付高额利息会严重耗尽财务资源。 这些债务会使个人陷入还款循环,阻碍他们的储蓄和投资能力。 据称,巴菲特到哪都使用现金。 他在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2014年年报中说,当账单到期时,只有现金是法定货币。 没有它,就不要离开价。 他主张累积资产,而不是累积债务。 使用信用卡购物可能会让人陷入财务困境,因为人们很容易忘记自己花了多少钱。 巴菲特曾表示,信用卡利率非常高。 有时他们是18%,有时他们是20%,如果我以18%或20%的利率借钱,我就会破产。 第四条,忽视投资,永远不要依赖单一收入。 投资创造第二个收入来源。 他说,巴菲特强调投资创造财富的重要性,而不仅仅是依靠固定的工资收入。 年轻时,巴菲特就钟爱滚雪球投资法并购买了一座农场。 他说,人生就像滚雪球,你只要找到湿的雪和很长的坡道,雪球就会越滚越大。 第五条,昂贵的习惯。 巴菲特以节俭的生活方式而闻名。 他避免昂贵的消费支出习惯,例如过度外出用餐或购买奢侈品,而是量入为出,这样才能省下钱。 Geo Banting Rates报道说,在家做饭,一顿牛排晚餐甚至比一顿最便宜快餐还要省钱。 同样,与朋友见面,度过欢乐时光的成本也在增加。 相反,巴菲特建议在家里举办小型聚会。 第六条,忽视保险。 身为深耕保险业的巴菲特,深知风险管理的价值。 没有足够的保险可能会造成代价高昂的错误。 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·哈萨维公司通过了解正确保险背后的数学原理和风险,建立了一个企业帝国。 保险是一个安全网,可以为重大损失提供财务防御。 第七条,省小钱买老牛。 巴菲特相信价值,而不仅仅是价格便宜。 价格是你付出的,价值是你得到的。 他说,了解节俭和省小钱买老牛之间的区别。 有时,试图不考虑品质、缺乏教育、健康维护或保险来在短期内可以节省少量资金,却可能会导致更大的长期开支。 第八条,缺乏理财教育。 风险来自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 巴菲特说,他把成功归功于他对金融和投资的深刻理解。 这位亿万富翁投资者还说过,永远不要投资于你无法理解的企业。 学习如何维修房屋和汽车的基本知识,可以省钱并让房子和车辆使用更长时间。 掌握基本的DIY技能,可能会节省你的维修和调整费用。 巴菲特说道,第九条,不规划未来。 巴菲特是投资和个人理财长期思考的支持者。 如果你找不到睡觉时赚钱的方法,你就会一直工作到死。 巴菲特说,进行长期理财规划对于财务独立至关重要。 这种方法与短期思维形成鲜明对比, 短期思维往往会导致做出长期有害的决策。 制定长期财务策略,包括储蓄和投资计划, 对于建立稳定的财务未来至关重要。 第十条,忽视复利收益。 今天,有人坐在那乘凉,是因为很久以前有人在这种了树。 了解和利用复利对于理财至关重要。 巴菲特的这句话强调了, 尽早开始储蓄和投资以充分利用复利的重要性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即使是很小的金额也可以大幅增长, 从而有助于财务安全。 这些源自巴菲特的原则强调了理财教育和审慎资金管理的重要性。 对于任何想要改善财务状况的人来说, 这些虽然简单, 但却睿智的深刻智慧是值得遵循的指南。 谢谢收听。